说起演员徐征呢 一颗光头已经成为他的标志了 不过对他来说 如今这款大家看着相当顺眼的造型 其实背后是大有故事的 昨天徐征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了 自己一颗光头是如何诞生的 一颗闪闪发亮的光头 既可爱调皮 也让徐征散发出智慧的光芒 不过多年以前还是少年时代的徐征 可绝对没想到要走今天这样的路线 早在20岁的时候 徐征就开始有了严重脱发的烦恼 他曾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想要挽回自己的三千烦恼丝 当同龄人正在尝试各种最时髦的发型时 少年徐征每天却只能面对 难闻的生发水的味道 现实正在吞噬我的梦想 虽然我每天都在抹那个生发水 但是我的发际线还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包抄上去 我中间的头发就像一个吐出来的小舌头 在嘲讽我 除了要面对同学的调侃 徐征自己的内心更是饱受煎熬 毕竟对演员这个职业来说 俊朗的外形无疑是一块很好的敲门砖 当时我的内心真的是自卑到了极点 真的我那个时候绝对不敢正常出门 永远戴着帽 经历了多年郁郁寡欢和无数次自我怀疑后 曲正终于鼓起勇气 来到学校后门的理发店 花了五毛钱理了个光头 跟过去彻底做了个了断 经过了一番操作以后 我对着镜子 我看到了一颗闪亮的光头 我似乎看到了某一种光芒 这种光芒不是我头皮散发出来的 而是在我身体里 在我内在存在的 而我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 舍弃掉了困扰自己多年的头发 反而让徐峥清醒地意识到 其实谢顶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沉沦在无谓的烦恼中迷失方向 虽然我不是小鲜肉 但是我知道做演员 不能仅仅靠颜值 要靠气质跟实力 对不对 这个时候 我看到了希望 我仿佛看到了 葛优葛大爷 我仿佛看到了 陈佩斯老师 还有郭东民前辈 他们在向我招手 如今的徐峥能够笑着调侃 自己这段曾经痛苦而自卑的经历 足见内心强大 而他也笑称 感谢自己的这颗光头 让他看清了自己和梦想的方向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不会再因为他人的界定 来影响我对自己的谈判 我永远知道我是谁 我会努力朝我自己底下的目标来前进 娱乐性天地北京采访报道 这是一颗光头点亮梦想的故事